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記得分享出去唷 歡迎收看波波逆迷聊 今天的主題是 你聽過最扯的外遇故事 突然七十五九 我很想笑耶 雖然今天的主題上面是寫說 女人聊天室 你聽過最扯的外遇故事 但我相信就是 外遇這件事不是只有女生會遇到 應該也是有很多男生有被帶綠帽 好朋友的前男友跟自己親戚搞在一起 好像是什麼 舅舅叔叔輩 對方要叫我朋友前男友表舅還表叔 真的噁 有點不倫變的感覺 可是有一些輩分是不是很遠 可是年紀其實可能沒有差到一輪之類的 我尊重喜歡上舅舅 但是不能外遇 就是不要外遇 你可以在就是處理好你的關係以後 你喜歡上誰就是 有時候感情就是無法控制 他因被前夫外遇所傷 所以他趁快離婚前 也去破壞別人的感情 當了別人第三者 傷了一個無辜的女人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他想要給自己老公一點顏色喬喬 可是他可以跟單身人 他有點破壞別人也是已經有家庭的人了 但我覺得有時候能破壞成功就是那個 男生的一個問題 就是被害者真的心已受傷 真的有可能會變成成為家害者 就是再去傷害別人 被不忠誠過 然後你就會選擇再感情 我也不要太忠誠 前任跟我的交往時 跟一個女生說給約嗎 後來隱藏被我翻到 氣到我摔久平 但還是原諒了 乾 那裡面信任超重要的耶 我是一個深信多疑的人 就萬一你給我的這種印象 就算當下原諒 不是還是會有裂痕嗎 就有人說什麼鏡子破了 可以重新黏起來 但一定還是有裂痕 當年跟我的閨蜜在某個場合 一起認識了一個男生 認識幾個月後 我跟他在一起了 結果他竟然跟我閨蜜出門 被其他朋友發現還跟我說 說什麼只是巧遇 後來晚上也很常跟他出去 說他心情不好想出去走走 就騎車帶他出去 某次甚至玩到太晚 直接住我閨蜜家 夠扯嗎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一開始就想要 兩個一次擁有 严敬 沒有啦 我不知道怎麼評價這段故事 你們是不是覺得他沒有錯 沒有啦 我發現了今天對很多男生 你們全部都覺得 這很正常吧 一定是重要 沒有人跟我同一陣線 好羨慕喔 蛤 沒有我們都聽多了 我已經有點麻痺了 爸爸外遇因為無法娶小三 讓兒子跟小三結婚 小三生的小孩不知道是誰的 什麼啦 這是真的假的 這太酷了 這太酷了 到底要叫爺爺還是叫爸爸 好慘喔 這才有缺人喔 如果是爸爸的話 就他弟弟啦 然後他就要叫他那個 法律上的爸爸 哥哥 哥哥爸爸真偉大 應該是這個意思 朋友的先生在學校教書 跟學生家長搞在一起 而且還不止一次 那個啊 八點檔裡面的劇情 那個每次要開家長會 對啊 要開家長會 他跟我說對方被鬼附身 是他體內的 女鬼喜歡他 蛤 他的男友或老公 說是他被一個女鬼喜歡上 他說他的小三是 我內住的一個女鬼 被女鬼纏身啦 所以不是他願意的 他是被別人喜歡上 所以他是 不得已的 這個男方以後就是當那個 騙女生尿尿的地方的那種身軌 說只是精神外遇 就是外遇啊還分什麼精神跟肉體 最後還染性病回家 所以精神外遇是 看哪有很多肉體外遇 都不行啊 精神外遇跟肉體外遇都不行啊 就還說只是精神外遇 我覺得只是精神外遇也很嚴重 那你們覺得 身體出軌跟精神出軌 哪一個會比較嚴重 全部都一樣 沒有辦法分開 有些人可以接受 心靈不要出軌 你去外面亂搞 但是你只能愛我一個 而且如果你真的愛我的話 為什麼要去外面亂搞 就你有那麼不能控制住 自己的下半身嗎 那他身體很手道的 但是他去愛別人 那當然就是不行啊本來就不行啊 對啊 男生如果不愛了 就不要講一些 冠冕堂皇的理由 現在如果直接開口跟妳說 我已經不愛妳了 我想要分手 開始歡的就會換到女生那邊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開始歡啊 那你就是遇到太歡的人啊 因為如果是合理的話 當然會很難過 可是至少我可以有時間 就好好去理解 或是消化這件事 當然沒辦法當下忙接受 可是如果你是跟我說什麼 因為我最近想要開始好好讀書 因為我最近 沒有點不想談戀愛 結果你過了兩個月三個月 馬上交一個新的女朋友 你覺得這個處理方式有比較好嗎 代表你那個就是 你就不老實跟我說 你到底什麼原因離開啊 然後我們還要在那邊 一直去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因為如果是真的不愛的話 那他可以試過怎麼樣 找回那個愛 如果真的沒辦法他就放棄 可是你用這種理由 好像是連讓別人一點 就是努力或是接受事實的 結果都沒有 我就是被說那個 我還很不喜歡的 跟那時候 當下都是短片 你講完以後 你就會維持這個表情 然後你後面背景一直換 回光返照 你那時候全身會熱 一股熱熱的這樣 然後結束的時候 你發現你長夫之間 你30歲 我還生了小孩 還會外 真是鮮結婚 就是會那個人 你一般的怪怪 突然這樣講 之前女友嗎 對啊 撇開他其他的事情 單純以他結束的方法 你會覺得是 至少是正常的吧 我覺得這樣可以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是越年輕的時候 越容易會想要 找理由去逃避那個內疚感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 要有一個理由 才有一個交代 但其實就是 長大你會慢慢發現 師父愛了也 不能說是誰的錯 有時候就是沒辦法的事 那我要分享一個 我昨天在爬其他的逆影聊 就有一個女生詢問說 欸我怕不能接受他的 另一半玩飛機杯這件事 他有問網友的意見 然後就有一個很激進的男生網友 他就會說 就像每天早餐你吃蛋餅 吃5年你受得了嗎 他把他的另一半比喻成蛋餅 好這就算了 他說你都會選擇其他早餐了 你男友不去選擇其他女生 他選擇自己來 就已經很好了 然後我昨天看到的就是 一個很生氣 我就覺得說 什麼叫就已經很好了 換作是男生 跟你女友交往5年 然後我跟你說 欸女友沒讓你戴綠帽 就已經很好了 這件事不是本來就 就不應該發生的 不是說欸我沒有這樣做 就已經很好喔 我沒有就是外遇很好喔 首先看到這個整個氣起來 就想說 一定要在今天這個主題裡面分享 表哥結婚後外遇兩次 表嫂為了已經一歲的孩子 強忍難過的心情 原諒了表哥兩次 他會有第三次 他會有第三次嗎 這兩次好恐怖喔 這種是一次就已經 然後就是為了孩子 如果是你們以後結婚 然後另一半就是 帶你們綠帽外遇這樣 你們覺得自己會怎麼處理 你會直接離婚 帽子戴好 當然是選擇原諒他 綠帽戴好 綠帽戴好 我們這邊是偏激的天蠍座欸 對你都天蠍 我們可能不會離婚啊 但我們 折磨他 我們會想辦法拿到他的 那個生前保險 很多社會新聞就是 老公偷情然後老婆吧 老公有機會墮掉衝馬頭 或外遇的男生 小弟們自己被衝掉 前任的現任女友 本來就有小王 前任不介意 她的待機後 前任在外面多了一個 前任的現任不知道 後來前任和她的現任分手後 在外面的那個成為政公 但是政公在外面又有多了一個 前任那位過去式的現任 看了個新小王要想回到前任身邊 看著他們歪來歪去 但到前任居然問我 可否一起吃燭 什麼啦 一種詩吧 這是一個繞口令 先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 前任的現任的正公的外面的 多了一個 他們那個就是什麼人 亂 物以類聚 對對對物以類聚 怎麼來又太外遇 對啊 就一直歪來歪去的啊 好不早 他怎麼那麼清楚 可能他前任是好朋友吧 因為他是這個系統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外遇的 所以他只能找他聊心事 可是那他怎麼會知道 這個系統的這麼明確的細節 他前任跟他說的啊 他前任跟他說 結果他最後就說 你還是前任好吃 欸欸欸 他們最後在吃燭光晚餐嘛 對不對 他有多大的答應 哇 外遇被老婆發現之後 表面答應不再跟大奶小三繼續 結果一片再片 最後老婆堅持離婚 離婚隔天還跟前妻說 等我膩了再回來跟你道歉 啊 經過朋友的朋友的外遇故事 確定是朋友嗎 先承認朋友就是你自己的 對啊就承認是你吧 本來兩個人都在外地一起工作 後來老婆懷孕 就把老婆送回婆家 一開始都很認真 兩弟當天來回 看似辛苦愛家 實際上是在找租屋處還沒找好 後來找到租屋處安頓好後 告訴老婆自己偶爾半夜要兼差 刨白牌多賺奶粉錢 實際上是開始約妹子回家打泡 或者帶妹子出去玩樂 就連老婆生產當天 也是騙說在上班 實際在KTV包廂喝酒唱歌 準備約妹子回家 撒一點倒包 欸我真的小孩 我知道說我爸在我出生那天 在外面唱歌喝酒了 對啊他在這邊跟別人約泡欸 他小孩的陰影面積 那我們應該是不是知道了 因為這個故事才會被爆出來 我覺得這個已經瞎到 有點像創作文了 對就真的會有這種人嗎 就懷疑 這事實上真的有這麼 惡劣這麼可怕的人嗎 男友跟前同事 偷約出去住 騙我說是跟家人出門 直到我有一次在用電腦 發現他拍前同事臀部的照片 質問一下才知道他們發生過關係 氣到爆哭 女人的地右感真的很準 沒有這已經不是地右感 就是已經看到臀部的照片了 你需要那張照片 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今天看完這些故事就是 有點給他沉重 但我覺得看完這些就會覺得 真的好要珍惜身邊 留在珍惜你的人 還好我擔心 還好你擔心 沒有也是有就是 在愛情裡然後快樂的 對 看看前景 看到我怎樣 他還不知道 蛤我還不知道 不要亂講 結論就是我剛說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身邊的人 然後也不要當那個 傷害別人的人 沒有就有些人是原本 道德感就很高 他本來就不會做這種事 那很好 可是我相信有些人是 但他在壓抑 那你就好好壓抑 你有本事玩就有本事不要被發現 我覺得這個結論也不太對 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壓抑好你的道德感 不要去玩 不是有本事玩就不要被發現 完了 他的觀念暴露了 他的觀念暴露了 就不要被消耗了 你要不要拿著皮帶甩手去 這樣真的會有女性的本事訂閱嗎 對啊 真的會有女性的本事嗎 沒有這只是滿 這只是我的性癖 因為不要被消耗了 我生氣一會兒 有另一隻 節車子 你會被消耗了 聽說 你會被消耗了 我可以找到 你會被消耗了 你會被消耗了